大家好,我是艾米尔 在职场就像是一个金字塔 每个人都想往上走,升职加薪 但是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做领导 适合管人的 所以有人说英文里边的经理 管理者叫manager 翻译过来叫蛮联者 因为他们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下面这三种类型的人 其实别人 不适合做领导 做了你也做不久 做不稳 看看有没有你啊 第一种类型的就是 特别喜欢和大家打成一片的 平时吃饭也要跟大家在一起 然后那种聊天八卦 唱歌聚会都喜欢跟大家在一起 很享受在人群中的这种 其乐融融 这样的人其实并不太适合做领导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 以前我在一个公司 我是做培训的讲师 然后我们所有讲师在一起 大家没有任何的利益之间的争夺 彼此之间都是互相帮助互相成长 所以什么都说 连我同事新交了一个男朋友啊 婚外认识了一个异性啊 都会大家在一起这样八卦 我也很享受这种氛围啊 很轻松愉快 但是后来呢 我就被提升了 提升成为了他们的管理者 然后我就单独到一个房间里去坐着 后来我就发现啊 大家平时出去吃饭啊 聚会啊 就再也不愿意叫我了 那段日子啊 其实是我过的最难过的一段日子 因为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孤独 不是因为你这个人 只是因为你管理者的这个岗位 所以到后来啊 我就宁愿去做一些自己专业上的事情 也不愿意去管人了 所以记着 如果你特别喜欢跟大家打成一片的那种热闹 可能当管理者真的不太适合你呢 第二个啊 就是有些人是能力比较强 包括学习能力啊 工作能力 所以因为你能力很强 才被提升上来的嘛 但是这样的人当了领导啊 会有一个问题 就什么事情他宁可自己干 也不愿意花那个时间精力去培养别人干 为什么呢 因为他觉得培养别人 反而更累 别人干不好 他还要一遍遍的去指导 别人犯了错误 他还要一起去承担这个错误的后果 所以想想干脆我自己干吧 可是我们知道啊 当管理者就是要你的团队出成绩 而不是你自己出成绩 什么事你都自己干 不去培养这个团队出成绩 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 这个我也有体会啊 我觉得培养别人有的时候好累啊 我也没有这个耐心 什么事都自己干吧 最后自己累的半死 但是团队的业绩还上不去 第三类不适合当领导的 就是没什么城府 特别喜欢说话的人 就嘴上没有把门的 那你如果是同事关系 你随便说说 大家也不在意 可是如果你一旦当了领导啊 有的时候你开玩笑的一句话 都能让某一个员工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你对他们的职业发展 是有着生杀与夺的权利的 所以话不能随便说 玩笑也不能随便开 如果你是嘴上没有把门的 就会在无意之中得罪很多人 我们讲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啊 如果你的下属都被你得罪了 你的工作是很难很难开展下去的了呢 所以啊 真的是做领导有做领导的难处 一定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做 再想着要不要向上发展一步呢 如果大家喜欢这段内容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 分享转发 有什么话在下面给我留言 转发ch dx